郭台铭是工商界 照讲你在工商界 应该是你的本证 工商界应该是万民拥戴 可是今天工商时报 却做了一条的新闻 这个一条新闻讲 郭台铭是一个无诚信的人 愿赌不服输 这代表你每次都愿赌不服输 连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 商总的主席赖正义 还有不具名的人士 全部都开炮了 对 所以宝洁哥真的出来 社会混就是要还的 过往 在这个商场上 到底郭台铭有多么杀戮战场 现在一一大家就加倍奉还 杀戮战场 真的 六大工商团体 我看现在至少具名出来 讲话了就只有两个了 三三会的理事长林伯峰 跟商总的主席赖正义 这两个人其实说出来的话 我跟你讲 以大老板讲话 通常不会讲这么直白 讲这么直白 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尤其你看赖正义 他讲话 他说什么 哎呀 看不到一面 他说只看到一个没有诚信的人愿赌不服输 而且是 again again的意思就是 你2019年20年那次你已经摸一串 你现在还摸这一串 他就说郭台铭是大企业家 难道头脑不清楚 他不会算吗 他说那你口口声说信奉关公 关公可是讲重情义重信义的 你刚讲能让要让无能的政府下架 做的却都是背道而驰的事情 到时候你要用什么颜面来立足 可是明星不都在商场吗 不都朋友吗 有必要下这种众手吗 由此可见 哎 那个他为什么之前在商场上 可以杀戮战场 因为很多在做声音上 有时候是没有办法顾到所谓的情意 就是趁你病要你命中的事情做多了 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间点 大家就会加倍奉还 像三三会的这个林伯峰话也是讲的 也是也蛮直白的 以成绩思汗自诩的郭台铭会被骗 而且还被骗两次 那也是很奇怪的事情 郭台铭参选等于是用一个最不好的方式 让全台湾人都认识了他 说这种说出去都没有一个好位 其实林伯峰讲话上来 说没好位 后面那个更好笑 那不敢居民可能是因为话太难听 所以不敢居民 他说这个人本来就没有原则 郭台铭这些商场的经营法则是 对任何产业 郭台铭如果是后进者 一定会用破坏现有游戏规则的方式进入 讲白一点 商场上的郭台铭是什么都能调整 包括原则 然后呢 再来 他说另外一个也不敢居民 或者不方便居民的 直接说我的数学是不好 没像郭台铭有那AI什么爱的 我用我五支手指 五根手指不用算了 我也看算得出来 郭台铭最大几率是 曾自己是不足 助攻民进党赖清德 则是绰绰有余 最后只落得一个无诚信 无原则无言的三无之人 历史定位 工商时报后面老板是谁 蔡野铭啊 对 所以这篇文章就是蔡野铭的席文 正式告诉你郭台铭 你要问鼎总统大卫 可能要over 他们这一群人的party 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因为过往其实有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在2019年那一次 这个很重要喔 那时候呢 郭台铭不是也是要出来选吗 就要出来选的时候 不是就是 中时蔡野铭这边有一些质疑吗 郭台铭那时候讲话讲得很凶耶 他讲什么 我是给中国饭吃的 不是中国给我饭吃的 他让我搬呼啪呼 对不对 话讲得很难听喔 而且还对着当时 中时报信的记者讲什么 你们什么就有点难听 你们是国台办养的旺旺 什么什么就讲那些话 结果呢 没有想到后来不是就不选了吗 不选之后 你知道他在2021年的时候 你现在看到画面是什么 竟然就是2021年12月7号的时候 他在台湾用视讯的方式出席 就参与了两岸加峰会的 高峰会的一个会议 企业加峰会的一个最高的会议 从过去到现在 但大家最急的就是 你郭台铭自己在中国 有这么庞大的一些相关资产 包括鸿海铲投资的工业复联这些 结果你现在跟中国关系这么紧密 难道有一天中共用你的这个资产 要求你的话 那你要如何 但其实我现在最好奇的是 其实我也蛮希望他能够参选的 因为你如果真的可以参选 你就要有财产申报 我真的很好奇 到底他老婆有多少包包 到底有多少的Hermas 到底有多少的Chanel 我不知道 上次不是就他们家的豪宅开箱吗 豪宅开箱的时候 他们家的马桶居然没有免制马桶 我真的很好奇 他们家的所有状况 我跟你讲 他这一次参选 真的会破了一个例 而且是企业史 企业家史上的一个例 什么先例呢 我跟你讲 真的这种大不好的企业家 他到底名下有多少财产 都是市医 人家孙子知道 他自己本人生前绝对不会知道 因为实在太多了 多到他自己都不知道 这一次要财产申报 一旦要财产申报 等于是要把所有他名下财产 都揭入在阳光底下 大家想说到底有多少财产 那我们以女生来讲 我们最关心的是 曾馨怡有多少包包 因为现在 我跟你讲 如果是我们以前苹果日报 还在的话 就会把曾馨怡 所有出席公开赏面 每拿着一个包 身上的衣服 跟所有的名表 一一列表 我也好奇 那个包包到底要值多少钱 那个包包要值多少钱 多到 你需要申报 你有没有看到现在人家 现在才整理四张六 都破千万了 你看到 破千万 第一个 黄色的那个 这是2022年的时候 曾馨怡 她背了一款 就是凯莉包 迷你凯莉包 说这个在当时 是非常抢头 有钱 都排队 买不到的梦幻包款 而且是鳄鱼皮 据说这种鳄鱼皮 至少都百万起跳了 再来右边 二月份出席的时候 的一个香奈儿包 这个包 就要14万 15万左右 这个圣公 对它里面来讲 可能排不上那个 要财产生计 因为十几万 没有七万数 应该是不用报了 在他们自己的状况来讲 再来光是表 申心怡 曾馨怡参加贾永杰 孙怡云的 这个庆生party 她手段带了个表王 百达斐力的表 172万 在左边的这一个 这个 这个要172万 对 然后在左边 申心怡 在左边的这一个 是AP的 皇家橡树系列 自动上链超薄的 一个飞行驼飞轮 然后呢 50周年的纪念表款 这个未税价是 165千的瑞士法兰阿合台币 545万 这支 525万 这个叫做 行动的一个车子 这个好车 在路上走了 戴在手上 我跟你讲 她这样每次出去 我看一下她身上 至少要破百万 是非常基本的门槛 破千万搞不好 等一下 而且每次出来 手表都长得不一样 都不一样啊 所以你说嘛 她的那个财产申报 光她老婆可能就要怎么好 而且太精彩太刺激 难怪 她的财产申报 搞不好比她的脸属数 还要来得高 有可能喔 有可能喔 而且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现在这么期待 而且真的是敲碗 希望说 赶快 来 开始报她的财产 尤其大家想看一下 曾馨宜的她的衣柜里面 到底多值钱 郭台铭能够号称说 他是成吉思汉 或者说 他可以征战天下 你总要有你的张良吧 你要有的韩姓吧 你要有你的萧和吧 你要有一些 能够决胜千里之外 能够千里溃良的人 对 就现在 旁边除了 杨志良跟黄世修 对 其他的人呢 对 没错 事实上我们啊 过去一段时间 为什么郭台铭能够 踏遍天下 算是把所有的代工厂 几乎都击败 其实他有非常强大的后勤部队 他的左右手非常的多 他的将才非常多 就今天呢 他要出来从政之后 他出来选总统之后 身边只有黄世修跟杨志良 当然他们不是不好 而是说 他们的这个力道 或是他们的军容 不够强盛 我跟他讲 我跟他讲 过去一段时间郭台铭他身边 有什么人 我们举他的集团里面 他集团的这个 重要的这个将军 大概有两种人 一个是老陈 跟他打了三四十年的天下 比如说像卢清松 或是说像戴政武之前的 这个夏普的董事长 这都跟他二三十年的老将 他们也是老江湖 跟他一起打天下 他们都非常知道 第二种人是什么 他挖角来 他挖了非常多人 比如说现在呢 这个现在的这个 鸿海的董事长 这个刘洋伟 他是2007年加入鸿海的 他就是郭台铭把他请过来 他会请这些 他都知道说 我该请什么人 什么是业界很厉害的人 我把他请过来 这些 因为什么他了解 他在业界他很了解 谁是最好的人 我就把最好的人 那个挖过来 而且你知道他过去呢 要挖那些人 他也是真的是 花了非常多精神去挖 为了要等人 他可以等两年 等三年 等五年 他都愿意等 等这么久 对 可是问题是 他在政界呢 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他就是啊 他现在被迫用速成的方式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他会把这个商场那一套 搬过来之后呢 他好像在政治上 不太用得开 因为那一套 他就要非常长时间的耕耘 不是像他这样子 他急救账要找这些人 所以我才说 他投入的时间太过短 没有办法把他商场那一套 弄过来 所以如果他从四年前 就开始准备到现在 挖了队的人 开始慢慢耕耘 或许他这次会比较好 好 那另外你曾经讲过 郭台铁有个手法 曾经上的手法 是 我如果是后信者 对 我就破坏游戏规则 对 破坏游戏规则 等于说而且 我会把前面搞得天翻地覆 对 你的论点 跟今天工商时报的论点一样 保险他过去就是这样吧 我们知道 实际上我们过去 在产业界有一句话 叫做 从海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因爲什麽 因爲是要郭台铁进去之后 他绝对会把你搅乱的一团春水 那事实际上我就讲 郭台铁他在 我觉得他在商界 有非常多 我们不知道的人 没没刚刚 但是问题是他这些呢 他没办法在政界玩得开来 爲什麽 他在商界为什么玩得开 他在商界已经玩了三四十年 我讲一个小故事给大家知道 他鸿海有一个三百人的 这个法律部队 三百人 三百人的法律部队 真是人 而且他这个法律部队 随时要盯什麽 我们现在有的专利 还有全世界各家公司有的专利 他说如果美国厂商要告我的时候 他会怎麽做呢 他会先到这个 先去探听这个法律的顾问 他说那你有没有在工厂工作的经验 没有在工厂工作的经验 他就会用现场的方式去反驳你 因为他说工厂的环境 跟你们在现实讲的是完全不一样 他就会把这个 这个所谓律师修理的禁止 所以他在每一套座位里面 他都有相对应的政策 他等于说他都想好 我下一招要怎麽做 下一招要怎麽做 在商界可以这样玩 但问题是政界 毕竟他还是一个 可能是他的目前为止 这个环球时报 说他是小学程度 可能不够强 所以他等于是 没办法先看到一步 做下去的时候 当然有点点不三不四的样子 可是他以前曾经讲过 心胸有多大 舞台就有多大 当然了 他过去那一套就是商界 好那我再跟大家讲一件事 为什么中国看到他会有点害怕 保险知道吗 因为他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常常都扮演一个 中国官方的一个 不太听话的角色 为什么不太听话 我讲一个故事 就是他跟比亚迪之间的故事 保险他跟比亚迪 中国官方就是要扶持比亚迪 可是他就偏偏要搞比亚迪 搞得当时中国官方 跟他的立场就有点相左 当然他为了他的商业利益 当然可以这样做 问题是政治上来说 如果你还是这样的话 当然会让中国官方觉得 你不是好谈的一个人 那他就这样的 我就会说 我跟中国不好啊 对 保险 他跟中国不好 没有错 他在这个商业利益上 他该争取他会争取 可是问题是 他现在很多身家性命 都在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甚至他在很多这个资产 都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而且他之前主张 他曾经在这个美国的报纸上面 投刊说什么 他认为要在一中的框架之下 展开所谓两岸的会谈 诶 这些其实都让美国 会相当相当的担心 所以我才说 为什么中国不是很喜欢他 美国不是很喜欢他 其实这背后 都有非常漫长的历史 才构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而且董事长 看起来郭台铭 在这个现在 等于说前面 诶 诶 遍布饥起 很辛苦 这个 郭台铭 现在选择这条路的挑战本身 是不是在台湾政坛上的第一次 对 对不对 因为完全没有政党的奥文 而是一个人 他要跟这个另外两个 所谓的蓝银半蓝的候选 Cornell 哪一个人都武林 他就很简单 所以我们刚刚谈过这个逻辑 那民众党有个政党 国民党有个政党 当你要跟他们两个政党的代表人 或是推出的总统候选人 一起比肩坐下来谈 到底谁能够代表这整个大的泛男阵营的话 他一定要有一个政治基础 不然说我有钱 这个钱没有意义 所以他的政治基础 必须要建立在他的联署的总量资上 他的联署的过程当中 或以结果来讲的话 展现出他的政治的power 就是政治力的实力的展现 完成这个阅兵以后 他才有开始能够坐下来 才有得谈 对 才有得谈 才有门票 对 门票 然后谈判的门票 谈判的门票 然后第二个还有民调一定要高 如果民调他也第一名 他百万年数也过关的话 现在所有在讨论郭台铭 是不是什么轻痛仇快 对 什么台湾川普 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有实力了 所以拳头代表的一切 选举是谁人头 郭才铭只要把他的实力 展现在桌上 他就有资格 把所有一切的困难统统突破 就简单了 所以我们看的时间点就是 9月19号以后启动 他能不能做到 他做不到就空谈 做得到 那这些所有批评他的话 都会变成过眼云烟 但问题是大家讲说 现在出来以后 还有得谈吗 有得谈 我讲很简单 因为你看 所以要回到我们的美丽岛民调 你就看很简单 这个叫做蓝色的忧虑 蓝色的忧郁 蓝色有重度忧郁症 蓝色现在会赢吗 不会 人家告诉我 不可能赢嘛 这是郭台铭的机会就在这里嘛 郭台铭被需要的理由 就出现在蓝色的两个候选人 你看明显很简单嘛 加起来叫做39.5比38.8嘛 那就很简单两个都输啊 你蓝色摆在今天剩了100多天 四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 蓝色败掉了嘛 今天已经输掉了嘛 那今天输掉的蓝色的情 蓝军完全是败了嘛 那败的蓝军之下 就是你郭台铭扯后腿啊 郭台铭不用扯后腿已经败了 三咖也败啊 你现在看就是说 赖清德还有民众党 国民党三个党比 就是蓝军输了嘛 蓝军输了 然后前途黯淡 一片漆黑 然后在这个没有希望的 蓝军的情况之下 突然间找到一个人可以骂 可以边打 叫做郭台铭可以拿出来边打 这个有意义吗 就当出气筒 当出气筒 当做不是 当做一个 就是大家在怪郭台铭 这没有怪 你已经 你本来就是两个政党没有出席嘛 就已经挂点了两个屁党嘛 两个屁党输了 然后现在怪郭台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